平交道前机车其实大喊因为火车快来了 但似乎没有人理他 这时候一台机车 两台 三台 来来往往的机车 单车 大约十台左右 不顾火车就在路口 照常经过平交道 这时有人从火车上跳下来 左挡 右挡 确认都没有车 另一名森铁人员也下车 两人换手 只会交通 经过森铁人员手动 这时栅栏才缓缓降下来 火车终于顺利经过林森西路国华街口 像这样手动的平交道 也出现在嘉义市的另一个路口 这次工作人员用肉身挡车 连栅栏也不放下了 森铁抵达时他跳上火车跟着走了 留下一旁拍照的游客和其他用路人 我在这个平交道有遇过这种情况的话 至少已经见过了四至五次有了 居然已经有设立这种设备防护设备的 它理应当就是应该要正常的运作 而不是说当成一个百事的用品 募集森铁平交道人工作业的民众 至少就遇过四次左右 因为感应设备发生问题 造成平交道无法正常作动 平交道的设备都在户外 感应故障无法避免 森铁是否就应该更密集的做检修 否则每次故障都要人工手动 只会增添平交道的风险 东森希望吴新梅在嘉义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